我父母不让我回家 没有怨他 当时我坚持跟他走到一块儿 我觉得他这个人很伟大 很好 没有坏心眼 心地特别善良的那种 现在我要跟他离婚 我觉得他很卑鄙 从跟我结婚以后 他掉到县城以后 他每一个星期都回家 我当时说实话 他每回一次家 对我的打击都很大 我不想让他回 原因就是我有家不能回 你却总回 他也从来没有说过 你跟我一起回家吧 我心里很不舒服 为什么不告诉他 就说你走了我一个人很孤独 我不能回我娘家 我心里很难受 你能不能陪陪我 我不好意思 有一次 有一次春节前 我们就得加班 这时候呢 又到星期天了 他又要回家 这我就跟他说 我说 这一星期我加班 你在家照顾小孩 他说 不行 我回家给我妈送钱的 我说 你今天不送行不行 不行 我今天你赶走 我跟你拼 他说 我怕外边的人说 我娶了媳妇忘了娘 这一句话对我来说 五雷轰顶 王先生 是像他所讲的 您回答他这个问题的时候 都是很生硬的吗 我回忆起来 好像不是那么生硬 回家经常是 但不是每星期都回家 你有注意过 您走了 他心里会不舒服吗 我没很想这事 如果他当时能直接告诉你 你能接受吗 能接受 最大的问题说 把钱大部分给我母亲了 我在上初中的时候 我母亲访华卖布 供我上学 我亲眼看着我母亲 仰着脸 用欺求的眼光 想叫别人出个高价 买我的布 我母亲供我上学很不容易 我弟弟从来没有 伸手向我要过钱 这钱是我给他的 都是农村的 所以我有时候 给他五块钱 并不是每个月 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 但是我这工资比较高点 我就在生活上好点 可以说现在说的是月光族